那些體育用品股 昨天1361、361度都發了營起 零售額上一季就有一個高雙位數的增長 昨天普遍來說那些體育用品股都做得不錯 你覺得接下來你又會不會說 剛才你說的那些譬如疫情緩和 或者加價的因素 又能不能夠令這個板塊受惠 會的 因為很簡單 因為本身去年因為疫情關係 就令到很多實體店 不能夠長時間去到正常營業 就算你開門也好 但是大家不能出街或不敢出街 你的生意都一定會變差了 特別譬如你說安達李寧 最近這兩三年都傾向做少了批發 就是自己開一些比較大的旗艦店 或者一些可能一線的商場那裡開店 那你想一下租金不便宜的 你也請很多銷售人員 要買廣告 但是如果你說你投資了那麼多下去 但是你面對疫情令到人流是大跌 他們就慘了 所以你說今年如果你說 假設疫情是進一步好轉 運動用品股有條件是追上來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加價了 因為安達之前都開了一個conference 跟一些分析師去談或者去給予一個sharing 都說預期今年他們產品那個價格 零售那個價格 起碼可以加到10% 有些可能加了10%多 OK 還有就說在那個產品定位檔次上面 會提高 會繼續加多一些比較高端一些 或者貴價一些 來應付原材料成本升的問題 所以你說今年運動用品股 這兩個concept我覺得都代入到 但是譬如你說以理齡為例 雖然近這幾個月的股價都回落了 但是現時的股值都不是特別便宜的 譬如你說計預測PE 應該是去年21年的預測PE 說到40倍以上 OK 如果你說剛剛提到 有一個所謂殺股值的壓力 這些股份就未必一下子 可以標得太高 等到接下來出那個全年業績 或者給回今年的guidance 當有個比較進取的目標定了 到時的分析師那些行 才會重新升級盈利預測 到時才可以令到估計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好轉 你覺得現在如果持貨的投資者 都可以繼續觀望著 暫時是的 如果你說本身這些位置拿著的話 我覺得就不用立即沽 甚至乎你說之前是未買 沒有買的話 都可以趁你説的估計 如果接下來再有機會 再多一陣下去分段吸納 是 都可以留意一下這個板塊 但是Jason也是對今年來說 體育用品股都是看好的 說明顯卡 就可以пис納給你 嘛 疙瘋